大家好,我是小典可以經過了解科技農業 塞麗國中跟明德大學共同合作 開辦科技農業的當年 除了邀請在地農產業者來介紹 三小路的頂頂作業料理 經分享如何用科技來進行農業的相關工作 就有確定拍拍小朋友對農業勞固的影響 同時發展應對農業的興趣幫助學生幾個未來 對著台東在地的融產業者的知識 哈欣仔拿到電腦 掃紅菜頭上的QR Code 接下來就出現相關的三小路 讓哈欣仔在後和北部去買菜時 也可以用這個方式去了解每一個融產的主性 去掃QR Code 然後到網站上看 它是從哪個產地來的 然後它的地點在哪裡 自己也可以親自去看看 就是我們學到什麼是生產履歷 然後回家就可以自己去查 然後跟爸媽說要買關於生產履歷的水果蔬菜 用手機或者是平板電腦去掃上面的這個QR Code 然後在那個網址進去就會看到一些 關於這個農產品的資訊 塞裡是全台東三重町 尤其是在國中和明德大學是共同合作 開辦科技農業當年 除了搖車在地入車來介紹山蕭的力量 建定造業條件 竟然分享如何運用科技來進行農業相關工作 讓小朋友知道說我們農產品的生長過程 為什麼會說展校園域農產品是有身分證的農產品 然後藉由這個互動的方式讓小朋友更了解說 我們的農產品種植在哪裡 生長在哪裡 透過哪些方式來做栽培的管理這樣子 這個植埃探索的課程 主要是在介紹同學知道這個有機農業的重要性 在有機農業的部分 其實我們精緻農業醫學系結合了一些智能農業的 這些現代的科技 所以其實搭配現在的設施智能農業 可以讓我們的作物的栽培更加的安全 精準 他過山蕭地立 讓消費者可以見到了解所有購買的農產的顏頭 他們處就有確定 讓學生仔了解在地農產的歷史 以及政府的食品安全觀點 是一個食品安全的一個最基本的一個態度 那其實農產品就等於是食品 那先得到食品那就是食嘛 一個人一個糧 所以我們的人憑良心來做事情 這個就是農產品的態度 只有客廳打破小朋友對老闆的六個影響 同時突然他們對老闆的興趣 請一步幫助學生仔幾個未來的進路 記者臨破營 彩虹博德